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二一 回家吃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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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他与案板相伴二十余年 凭借一把菜刀舞动三尺灶台 在刀光剑影间成就厨借地位 他就是人称神刀手的 行级酒店砧板主厨 晋晨 那您展示的记忆到底是什么呢 请亮相 请亮相 那您说说今天你要展示的记忆是什么呀 第一个就是先切土豆丝 哎呀我当什么切土豆丝啊 我跟你说米哥 切土豆丝这不算什么 我们阿姨们在家里也能切土豆丝啊 我从众多我们饭团当中请上一位阿姨来 这位阿姨未曾出面 那可以先让你们三分 这位民间高手的刀工在社区中是佼佼者 切土豆丝对他来说更是信守年来 他将与金大厨同台竞技 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将一整颗土豆切成丝 究竟谁会计高一成 我们拭目以待 我来自北极新天地 小区的民间高手叫郑晓雄 那这样吧 让我们阿姨露一勺 露一勺吧 那咱们就开始准备试一试吧 大家可以看一眼 现在的用时是一分十四秒 金大厨看完以后 您觉得阿姨发挥的怎么样 非常好 如果民间高手都像阿姨这样 是不是就还挺厉害的 很有压力 所以可以 既然把气氛都烘托在这儿了 咱们点上金大厨来展示一下 没话 您跟金大厨换个胃 来 屏住呼吸啊 三二一 开始 大厨的最后用时是一分零一秒 图足比我们的阿姨快出了十三秒钟 但其实还确确实实 这个是阿姨切的 这个是大厨切的 目测就是有差别了 目测上大厨的更均匀 阿姨凭借娴熟的技术征服全场 不过大厨以更为精湛的刀工略胜一筹 接下来阿姨也将跟大厨 学习另一个等级的刀工 薄 薄怎么展示呢 薄 咱们今天拿萝卜片一个长片 刀工中的薄 以下刀片最为极致 需要厨师凭借经验 和下刀的力度及巧劲 来控制裁刀的行进轨迹 以保证 切出的片薄如产印 且插而不断 到最后我觉得这个萝卜芯啊 咱的水分太大了 很脆 对 所以片到最后一定会 但是即使这样 我感觉已经很神奇了 非常非常厉害 给大家展示展示吧 这就是一个吓片的技艺 尤其吓片的要难很多 毕竟在刀身底也出片 其实你根本就看不见保护 全凭经验和声音 所以很难 大厨 这个我们能不能成为 像您这样的这个刀法高手啊 可以借助一点工具 也可以达到这样 那这样您教教阿姨 也教教我们 好的 咱们今天用的道具是 这个牙签 这牙签是怎么用的 五分钟就能练成 星级酒店的大厨刀工 大开眼睛的时刻到了 睁大眼睛看过来 这是等于就是有一个底的 让这个刀跟这个砧板有一定的缝隙 阿姨我看那刀有点想越越浴室了 就是啊 看着看着我就想自己亲自动手 您可以试一下 阿姨微微调整一下牙签的角度 阿姨已经基本掌握了这一招 掌握起来很方便好像 可以啊阿姨 是吗 断了 阿姨这句话代表不疑吗 是吗 不错 你看通过刚才这大厨稍微一指点 阿姨也切出来特别薄的票 特别薄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啊 如果又想尝试一下 就可以按我们大厨教的方式 在家里试一试 剪刀的两个牙签 很好玩 对 然后摆出一个造型来 咱们也做一回啊 五星级酒店的大厨 棒棒 确实刚才你表演非常精彩 但是我觉得啊 既然我们说到是游刃有余 那肯定还能更厉害 这更厉害是什么样 您跟我们说说 呃 就是拿豆腐切丝 豆腐切丝 哇 豆腐那么软 这不可能吧 在淮阳菜里叫纹丝豆腐 纹丝豆腐 是 哎呦 出来了 你看这个 一试一试的你看它 哇 而且它不够 哎呀真是漂亮 真漂亮 我稍微问问进得住 切豆丝这人得切了多少年 得有十年的功力 得有十年的功力 你这就只有是这样的 不断不断地磨练 才能达到这个技艺的高超啊 嗯 那有比门丝豆腐还升级的吗 有一种叫菊花豆腐 菊花豆腐 对 就是切完了看似是豆腐渣 结果搁到水里呢 形如一朵菊花 接下来 金大厨还将带来 刀工更高一个等级 稳 以软嫩豆腐切出菊花造型 正式检验厨师 是否手稳刀块的重要标准之一 妹在ugh 哇 哎呀 展开了 花儿开了 哎 非常的漂亮 哇 想不到您带来的还是航百举 这就是咱们的中国厨艺的高超制度 感觉那菊花像火了一样 像刚刚站到 像刚刚采摘下来的 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个了不起不仅仅在于 今天我们展示的说多厉害 主要是想突出我们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做这么一件事 把这件事做得非常精细 非常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金大厨 精湛的周公 给我们展示了烹饪艺术当中的 很漂亮的一部分 是 也谢谢郑阿姨 谢谢郑阿姨 希望您下次再来 好 欢迎再来 一定一一一 第一位大厨和阿姨之后 我们准备请上第二位高手 少侠 准备的如何了 准备完成了 太好了 米哥 那咱们请少侠 请少侠 大家好 大家好 他年仅二十有余 却能不焦不燥 将美好约然于灶台之上 话无为友 用磕刀赋予食材生命力 他就是厨界新星 居正达 那少侠 接下来请亮棋 请亮棋 亮棋 哎呦 巧夺天宫 巧夺天宫 应该是个精细活 那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揭晓面前的这个东西 大家就有所感叹了 来 我们俩来隆重的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时候屏住呼吸 三二一 哎呦 这是这条鱼啊 这您要不说 我以为您是知道雕刻了 但是随着这个水波纹的鱼动 这个鱼是栩栩如生 关键的上这鱼骑 它就会动呀 君少侠赶紧给介绍介绍吧 来 这个作品是什么呀 叫《鱼跃龙门》 刚才呀 其实我们最开始节目的时候 君少侠呢 在上面正在紧张地操作着 其实整个过程 就是在雕刻我们这个豆腐鱼 豆腐雕刻 是处世界食材雕刻中 高难度的一项记忆 一碰就碎的质地 要求雕刻者的手要稳 心药准 简直就是外科大夫 和艺术家的合体 用不同的刻刀 借助水的压力 在全局完美构图之后 放刻摒弃宁神 千刀万刃 好理之差 就会前功尽弃 具大叔说说 这个豆腐雕刻难不难 要比普通雕刻要难得好多 选豆腐必须要选嫩豆腐 嫩豆腐它又容易破 容易破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水里边 它因为有这个张力 方便去除这个多余的废料 米哥 您说作为雕这么一个鱼啊 就是最难的地方是在哪 我觉得它主要是这个鱼的棋 对 这鱼棋它是悬空的 是 这样就是感觉这鱼 特别像活的一个活的 刚才我用这个手啊 轻轻推一下这个水 它就真的像活的 你看 是是是 它是能运动的 对对 它底下完全悬空的 其实很多人认为啊 美食啊 只在味觉上体现 没错 但其实真的不染 你看我们今天 既在听觉上也体现了 在视觉上 同样也能体现美食的魅力 对 这个呢 我们看到的是非常细致的 一个厨艺方面的展现 嗯 我们下边再邀请来的 那都是大开大合 上下纷飞 那这样巨大厨您稍事休息 好 我们把另外一位大侠请过来 好嘞 谢谢您 那咱们鸡鼓请高人 来 大家好 我叫张鑫 他以一手神迹 闻名于江湖 双臂挥舞间 迸发出巨大能量 造火油烟之中 惊艳四座 他就是将巅锅技术 玩出花样 玩到极致的厨师 张鑫 张大厨请亮旗 来 你请亮旗 锅韶起舞 这个锅韶起舞 该怎么理解 您给说说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表演的绝技是 颠锅翻勺 颠锅翻勺 我在家炒菜的时候 我也能颠两下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也当然是 你把头牌都咋套的 但是我相信 编个几天应该都行 编个几天应该都行 我看看您能翻到什么程度 我看 我看 哦 节奏感 你看这小子 你看这腕子 张大厨颠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东西 这是食盐啊 盐成堆以后的重量 它其实是很有分量的 没错 那张大厨您先休息休息 我 我这 问问这锅里这盐有多少斤 应该是不到五斤 不到五斤 但是加上锅的话 可能就大概有五斤了 得五斤多 网上再加点盐 您还敢挑战吗 没问题 还能再挑战 很自信吗 那得的 今天呢 确实有准备 你还有坏包等着呢 你看 来 来 我给你盛这 您慢点 这这样跑偏了 跑偏 你看 您看我们这构成吧 这个我们一大盆子盐 这可能大概也有五斤盐 我们是这么想的 因为现在已经有五斤了 我觉得确实也挺难度挺高的了 我们给您再加上一斤 您看您能接受 五斤不成吗 这就加一半就成了 我们逐步的来呀 没问题吧 加一半 没问题 只管加 没问题 只管加 来 大家看这一半的盐 有着还真挺沉的 加了一半 这回您再 惦记您的试试行不行 好 可以 合不合您的心意 来 大厨 三 二 一 开始 好 哇 气定神弦啊 漂亮 哎呦 前后翻 你看见没有 可以可以 好大厨 还行 行 大厨感觉怎么样 小意思 没问题 咱就把这都加进去吧 不是 我们再加上一半 加碗它 直接加碗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痛快的 就算我就愿意干这儿 来 可能各位看着 大厨真的很轻松啊 但是我实际上跟大家说 用数据来说说话 这一锅到底有多沉 没错 到底数据是怎样的 撑一下吧 那咱们量一下 好 好 来请大家看 二 三 走 可以轻轻地看到 现在是 七点一 七点一公斤 七点一公斤相当于 十四点 十四斤 我的天哪 可真是不轻啊 来请准备 请大家屏住呼吸 张大厨能不能成功 咱们请见分晓 来开始 此时 食盐与锅相加的重量 已经达到14.2斤 张大厨不仅要把它端起 而且要让力量形成惯性 使食盐高高翻起 形成波浪 这样才能使每一粒盐 都均匀受热 这就是电锅中的 推拉扬接的说法 推拉扬接起来再接着 非常棒 漂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再换一种形式 给大家展示 您这个颠勺的功力 那就先来个 蛋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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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张大厨 展示一下这个蛋炒饭 米哥你这样 你先给大家讲一讲 到底蛋炒饭 它难点是在哪儿 这蛋炒饭讲究 就要把这个蛋饭炒得均匀 而且受热也要均匀 那么最好就是翻勺 这个翻勺啊 它讲究四个步骤 叫做推拉扬接 而且它要连贯成一品 那今天是不是就用推拉扬接的方式 给我们炒一个蛋炒饭 没问题 蛋炒饭 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就是 回手掏 回手掏 那我知道 就是炒菜的时候啊 尤其是炒饭的时候 它最后剩了一点 它好像是 拐出来 不是拐 人家叫回手掏 咔的瞬间 一手掏干净 就进到那个勺里 那咱们就好好看一看 推拉扬接和回手掏的经典动作 给我们展示展示 绝不能眨眼 好 好 用手掏把带一个蛋液打散 哎呀 你看这时候不断地走 枝子行 这样的话就像一个小刀 切割这个鸡蛋一样 是 把鸡蛋切成小碎粒 这就是张大厨拿大勺 美丽瞧得着 好 好 把我们过油的鸡蛋 先掏出来 好 现在要开始炒米的 哎呦 这米饭 这是我们昨天剩的 这个米饭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它成块 成块呢 这也是增加这个炒饭的难点 非常不容易炒散 对 你看那会儿炒饭轻轻地去压 是 让米饭照样向它弹起来 先有一个初步的散 然后一会儿再把它立地炒分明 来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分明了 好 翻起锅来了 现在的难点就来了 放入我们刚才的蛋碎 接下来蛋和饭要基本上均匀地分开 我们一勺下去既有米又有蛋 一定要看着蛋 看着米 看着米 看着蛋 这就是小池对吃蛋炒饭的要求 很均匀 是的 下面呢又放上我们非常提升口感的 胡萝卜碎和黄瓜碎 这米粒已经开始崩起来了 漂亮 哎呦 高 非常的漂亮啊 推拉阳阶一气合成 好嘞 最后给你展示这条鸡 那咱们炒饭出锅喽 漂亮 好 现在就到最关键的时候炒回手头 好 好 好 漂亮 漂亮 哎 非常的漂亮啊 一点都不剩 没错 嗯 这样一盘炒饭就好了 这个炒饭真的是炒得出神入化 所以这才叫做锅勺起舞 哎 那我问问张大厨 那最后是不是再展示一个您更拿手的绝技 你还有难题 你还有难题 还能展示吗 这么多年我做的炒凉粉 这么一大锅凉粉 咱们今天都炒吗 对 一锅把它炒完 差不多了吧 不够 还不够 你这锅就这么大 把它夹满 夹满还翻得了吗 那一锅子都还飞歪掉 对 都散出去了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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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全翻不了吧 您放心 一颗就不会给你撒出 好 现在要开始外面加料了 这个是密制的汤料 现在要往里边加这个酱料 切好的小芹菜加进去 你看大厨这个勺在里面是上下分威 每一次下去它就转一圈 现在就可以翻了 这么多的凉粉要翻出来 会不会撒的 咱们话不多说 开始翻锅 哎呦 漂亮 哎呦 漂亮 哇 漂亮 真的是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就跟咱们今天叫的这个似的 锅韶起舞 这种舞蹈的感觉 就展现出来了 确实有点挺辛苦的 对 能看出来确实这么多亮啊 连大厨都会非常辛苦 可想而知这个难度有多高啊 我们的劳动人民 就是每天都兢兢业业的 在这儿 从事同一个工作 我想问你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锅要装这么满 因为我是开凉粉店的 平时喜欢吃咱们凉粉的 顾客又特别多 他们需要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 如果把这个锅 它加的满一些的话 会减少顾客等待的时间 嗯 就是比方说不管排多长的队 那可能呢最后一位这个排队的朋友 都能吃到刚出锅的凉粉 这个就是我们劳动者辛苦的获得 就是获得您满意的那个眼神 就感觉到很欣慰是吧 对对 一锅凉粉十几斤重 每天要颠几十锅 这样的技术 也是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成就的 每一项震惊思索的记忆背后 都凝聚了劳动者们的汗水 他们虽平凡 却都以双手降心助梦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以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